美国这边其实内政也有一个潜在的危机 而且就是看到这个是每年两党必炒的举债上限的问题 这一次又出现了 而严重的程度已经到了美国总统拜登说 如果没有马上解决的话 他可能必须要取消他的亚洲行 也就包含G7会议 不过前美国总统川普好像是一种隔岸关火开热闹的心态 他说民主党如果不同意消减支出的话 就拒绝提高举债上限 事实上美国在2011年的时候也遇过类似的情形 当时执政的是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那他的状况就是同样的是两党僵持不下 最后美国的债券债性平等还被调降了 而这一次最新的进展是两党在5月9号的协商没有任何的突破 所以换句话说还是处在对峙的僵局当中的 美国的财长叶伦他就来警告说 如果一旦违约的话会导致经济和金融的灾难 那针对举债上限如果采取极端的措施 想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美国并不需要自找麻烦制造危机 所以敦促两党都赶快让步赶快解决 不过现在问题就是 其实美国这个31.4兆美元的举债上限已经到了 那么现在呢就是共和党希望民主党要削减开支 否则他们不会同意提高举债上限 但是呢拜登就批评 这个是拿美国的经济发展当然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